大家好,今天我們跟大家介紹智障手機跟智慧手機 首先呢,我先講這個智障手機 智障手機呢,我從1999年開始使用 用到現在 中華電信他傳了一則簡訊跟我講說 2G網路將於106年6月底終止服務 所以不得已 我就去買了一台智慧手機 那我們今天呢,把智慧手機拆開來 我已經準備幫他上貼強化玻璃膜 再準備一個皮套 紅色的真皮皮套 我們會把距離拉近一點來示範一下 可能第一次使用智慧手機 所以呢,用起來可能有點笨手笨腳的 首先呢,我們把手機拿出來 好,OK 就算是把腳打印了 我們就沒拿出來 你把腳都會把夾去 不見 放下去後他會慢慢的自己 自己跟他對 現在呢這上面的看起來有一點點還有一點點那個沒有浴盒 不曉得為什麼他設計的有兩個兩個孔 感覺有一點點偏掉 原來是從底下塞的 OK 人生第一支智慧手機 給大家看一下 等一下我再拿出來把SIM卡裝上去就完成了 那我們今天呢 節目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